這裡是FM98.1 酒吧新聞台 歡迎你收聽旅遊將晚節目 我是居將旅遊 莊綠 過了五月六月 因為在前幾次我們稍微有提到 從五月底到六月 它會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季節 就是玫瑰花 那當然在日本這邊就有相當多的所謂的 包括櫻花 櫻花好像今年又提早了 因為天氣好像不太對 那在歐洲的話 它變成它的季節來講 五月其實就是純天 馬上進入到夏天 那雖然我們有提到有一個玫瑰節 不過在捷克 在六月應該算六月中 六月中的時候 他們會有另外一個更大的一個節慶 其實在規模上 並不算是很大的一個節慶 但是在它的內容上 比較容易吸引人家 因為它這個名字 雖然是玫瑰 但是其實它沒有玫瑰花 因為它是一個徽章 家族的徽章 所以在每一年 像今年的話 就是在六月十七到十九號 這個是它每年一個固定 那當然這個日子的選定 剛好就是好像有點類似 在整個玫瑰花開的時候 因為剛好也是這個所謂玫瑰花的季節 那這個節慶他們稱之叫做五瓣玫瑰花節 這個很拗口 因為從早這個地方叫庫倫諾夫 Chesky 不過在我們這個翻譯裡邊 常常直接就把它翻譯叫做庫倫諾夫 不過這個稍微要修正一下 因為Chesky Kurunov是它比較標準的官方的一個名字 那前面有一個叫Chesky 那什麼叫Chesky Chesky叫捷克 所以捷克在波西米亞的南邊 就要靠到邊界 如果我們從奧地利邊界上來的話 大概開車大概五十分鐘 會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小鎮 那在前幾次我們有提到 捷克有一首非常出名的 等於是他們的國歌一樣 我們講叫Votawa河 那這條河從波西米亞的南邊 就往北邊走 然後就經過了這個小鎮 經過這個叫做Chesky Kurunov 那很漂亮的一個小鎮 因為剛好這條河流就在這個小鎮裡邊 形成一個河曲 那在河曲 因為這個小鎮在早期 就經過好幾個階段的 這個所謂的貴族的統治 那剛好呢 有兩個比較重要的貴族 所謂的家族 他們叫做Family 用的那個所謂的家族的徽章 就是一個玫瑰花 而且剛好是五半 就是說那個花瓣 剛好是五半 所以從十二十三世紀以後 甚至到了十五十六世紀 在兩個家族的這個接續 包括一個叫做Betkoff 然後一個叫做Rosenberg 那這兩個家族 他的徽章就是玫瑰花 所以這玫瑰花好像就變成代表這個城市一樣 後來當然在捷克在二次大戰以後 就慢慢的回歸到他本身的一個所謂的自由的國度 因為在二次大戰以後慢慢的他這個共產進來了 進來以後雖然是開放 但是捷克他還是走他的所謂的工業上的一個經濟的路線 那後來當然收復了我們講就是經過了革命 我們有提到包括布拉格之村或是斯隆的革命 那這個國家慢慢就轉型了 那因為在二次大戰我們提到捷克他本身並沒有受到很大的一個打擊 因為投降了嘛 投降以後這個國家受到很好的一個保護 我們講古蹟 所以這個小鎮也一樣跟上次我們稍微有提到了一個叫布拉格 布拉格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城堡叫布拉格的城堡 那這裡剛好是在捷克百大的城堡裡邊算是排名第二的一個古堡 所以有這個古堡還有加上非常漂亮一個河曲 然後布塔瓦河 所以在每一年的這個夏天的時候 因為六月份算起來雖然有一點涼 但是在早晚來講因為布西米亞它在南邊 緯度雖然算是北邊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高度算有一點點高 大概在500到800左右 這個所謂的海拔 所以在早晚的天氣來講還是蠻涼的 那所以在每一年的這個 等於是六月的中旬的時候 從17到19這是今年的日子 禮拜五到禮拜六 他們會舉辦一個叫做五瓣玫瑰花節 那這五瓣玫瑰花節最重要的是在禮拜六 它是一個慶典 那禮拜六這個慶典 尤其是在下午 它會有一個很大的遊行 那遊行的時候會全鎮 大概會把周邊的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一些所謂在地的人 或是甚至在外邊的這些 居住的這些觀光客 他們會打扮成中古世紀的這些 武士也好或是修士 甚至這些王公貴族的這種服裝 然後他們會坐著什麼 坐著馬車 然後有兩位 一個是類似領主 一個是類似領主夫人 然後妃子然後公主 這些人打扮得漂漂亮亮 然後坐著馬車 然後來到了所謂的廣場 因為在庫魯諾夫老城廣場裡面 有一個叫市政廣場 那在廣場裡面搭個舞台 然後這些貴族馬車進來的時候 他們就在舞台之上 然後舞台下就是我們一些觀光客 或是另外這一批打扮成為平民的 這些所謂的當地的居民 然後就用古典的所謂的傳統禮儀 來向領主鞠躬 那這些呢 過程經過以後呢 然後就會看到所謂的旗隊 因為他們會分出不同的區域 然後不同的教堂 然後這些代表不同的社區的這些旗隊 我們講徽章 然後這些旗子紅色 然後藍白黑黑或是黃 慢慢的進入到所謂的這個市政廣場裡邊 那當然這個遊行是一種 對中古世紀傳統的一種所謂的懷念 那當然也造成了這個地方 就很大的一個觀光的一個價值 那遊行在最後的時候 當然現代的儀隊或軍隊也要參與咖 在最後的這個遊行的隊伍裡面 他們要鳴槍 然後做個結束 不過這個是在下午這結束 這短暫的這個當中呢 並不是只有這些遊行隊而已 因為在過了河以後 或是你到了所謂的 他們最早的這個發源地 叫做拉特蘭 就在城堡區下邊的話呢 他們甚至會在河邊 或是在小廣場 他們就舉辦什麼 舉辦遊樂 所謂的遊樂場或是運營會 就在城堡下面 在古城下面 就在這個所謂的廣場中間 然後大家來歡樂 甚至有很多的所謂的當地的 這些手工藝品 傳統的這個所謂的食品 讓各位在那邊 所謂的做一個享受 那當然最高潮的時候 就是在晚上 所以各位就不要太早回家 因為在那個地方 在12點的時候 他們會一個非常漂亮的 所謂的煙火的秀 所以每一年的這個夏天 等於是在6月中的時候 各位如果有到中歐 中間的歐洲 包括奧地利 包括捷克 那你可以利用一點點時間 順便從奧地利往上走 到庫魯諾夫去參觀 每一年6月 他會舉辦了一個叫做 舞伴的玫瑰花 這個節慶 I went everywhere for you I even did my hair for you I bought new underwear they blue And I weren't just the other day Love you know I fight for you I left on the porch light for you Whether you are sweet or cool I'm gonna love you either way Love oh love I gotta tell you how I feel about you Cause I Oh I Can't go a minute without your love Like a satellite I made an orbit all the way around you And I would fall out into the night Can't go a minute without your love Love I got it bad for you I saved the best I have for you You sometimes make me sad and blue You would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Love my aim is straight and true Cupid's arrow is just for you I even painted my toenails for you I did it just the other day Love oh love I gotta tell you how I feel about you Cause I Oh I Can't go a minute without your love Like a satellite I made an orbit all the way around you And I would fall out into the night Can't go a minute without your love Love oh love I gotta tell you how I feel about you Cause I Oh I Can't go a minute without your love Where you go I follow I follow You set the pace We take your vows So I'll follow In your way Oh Oh You got me You got me I force more power Whole holding gravity It's busy There's no escape Love my aim is straight and true Cupid's arrow is just for you I even painted my toenails for you I did it just the other day Love oh love 各位 記不記得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選后 各位可能那個激情就比較淡一點 那如果各位回想到2000年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出門去站缸 去牽牽手 拉拉手 不是去拉你的那個朋友的手 是當時候在我們的政治的這種所謂的運動裡邊 或是在政治的一種promote 一種叫做激勵 我們就手拉手 各位不知道記得吧 那過了太久了 那手拉手的運動在國外 尤其是在1989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在8月23號 當時候就在波羅的海 波羅的海我們稍微有提一下 就是在北歐芬蘭的對面 然後在整個內海 波羅的海那個地方 波羅的海在早期 它有一段非常長的時間 那當時候就在1989的時候 當地的三個小國家 他們就是為了一點以前歷史的一個傷痛 他們就要做出一個所謂的50週年的紀念 什麼50週年的紀念 因為當時候在1939的時候 俄國那時候叫做蘇聯 俄羅斯 俄國他們跟德國就簽訂了一個條約 那這個條約的前我們講所謂的前提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叫 暮年黑的這個綏靖條約 那單獨這兩個國家又 拉出來另外一個條約叫MonoTorv 那這個條約是很微妙的一個條約 因為它並沒有公開出來 並沒有讓這個國家就是說 它簽的這個國家其實是三個小國家 就波羅的海這三個小國家 因為這個條約一簽下來以後 除了芬蘭能夠保持獨立以外 這三個小國家都怎麼樣 進入到蘇聯的所謂的統下裡面 但是這個條約一簽下來的時候 這三個國家並不知道 後來才爆出來 因為一直到1988的時候 慢慢的蘇聯不是慢慢的 所謂的政治上的一個解體 那當時候的這個密信 或是這個秘密的文件才被曝光 所以出來了以後 在隔年就是在1989的時候 當然這一堆這個所謂的被欺負 或是被壓抑的這個三個國家 當然就有一點要發生了 要發生的其實它的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他們想離開蘇聯 因為蘇聯在二次大戰以後 進入到所謂我們常常提到的一個 這個叫東歐 這個叫東歐 那共產的這個東歐 被蘇聯整個所謂的封鎖 所以我們有一段時間 所謂叫鐵木 鐵木有沒有 就是鐵 鐵木 那波羅的海這三個小國家 當時候也是在這個蘇聯的 所謂的整個邦聯 整個大的這個所謂的蘇聯的 所謂的共和體裡面 那當然在知道了這件事情以後 他們當然心情上 也不是那麼的好過 所以是不是要借助的一個機會 然後把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什麼 離開 離開誰 離開蘇聯 我們要獨立 我們要獨立 總是要有一種動作要出來 不能講說我想獨立 就像我們現在有很多的這個國家 包括科索沃也好 你要獨立的時候 要做些應該有的動作 所以就在1989 8月23的時候 這三個小國家就怎麼樣 號召這三個國家的所有的人口 大概接近 因為這三個國家加起來的人口 大概還不到500萬 我們算算500萬 不過可以號召到 在整個我們的所謂的紀錄裡面 包括聯合國 聯合國把這一件事情的文件 他們把它列入在什麼 在世界的記憶裡面 所以當時候這三個國家 就在從北邊的所謂的愛沙尼亞 然後到中間的拉脱維亞 然後到南邊的立陶宛 這三個國家就怎麼樣 手牽著手 拉出了一條 他們稱之叫做Human chain 就叫做人的鏈 人的手鏈 因為它是用人把它結合起來 但是這條路 我們有時候 後來的人常常會把它翻譯成 叫做波羅的海的道路 或是波羅的海之路 叫做Balatik Way 我們把它翻成叫做手牽手 所以當時候 就是在這一天 從北邊的塔林 經過Riga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它的首都 然後到了南邊的所謂的Villenus 這條路拉出來大概接近600公里 算的公里數 因為它有時候會有分支 然後拉出去 所以正確的公里數沒有辦法 大概拉出就說很準確的 大概在580到600公里 所以從北然後到南 他們拉出的這一條要求怎麼樣 要求自由 要求獨立的一條人鏈 我們講的叫做人權 或是叫做獨立自主的一個國家 那當然 蘇聯也不會那麼簡單就放過了 所以就在隔年 就直接封鎖 經濟封鎖 大家知道以前 包括波羅地亞的三個國家 還有其他的包括高加索 甚至中亞總共有16個國家 所謂的叫做 以前的叫做蘇聯 那當然蘇聯認為這些東西 並沒有讓這些人怎麼樣獲得好處 所以他們就提出了警告 當然對立陶宛實施的封鎖 但是沒有用 因為蘇聯當時候的想法是說 我只要把你的這個人口稀釋 就有點類似現在中國對這個新疆 或是對西藏的一種做法 就是我們把漢人就移到那個地方 以前的蘇聯也是這樣 以前的蘇聯就鼓勵這些蘇聯人 就直接移民到波羅地海這幾個國家 就把比如說愛沙尼亞 本來有89%以上的這些人是愛沙尼亞 但是經過這種移民 當地的政策以後 蘇聯的人口 就說當地的人口被淡化大概不到一半 但是這個舉動也沒有用 因為在1991的時候 因為1989簽了 我們手牽手的這個運動已經出來了 在1991的時候 拉脱維亞就舉辦這個什麼公民投票 結果沒有想到 裡面的88%的這個投票 是怎麼樣 贊成 是贊成的 因為這種投票的方式 就等於永遠類似的叫公投 所以包括後面的立陶宛跟愛沙尼亞 就怎麼樣 接著也公投了 所以這個公投一投完以後 當然這三個國家怎麼樣 就離開了蘇聯了 因為這有經過聯合國的一個認定 所以就在9月 因為1991年3月的時候公投 然後8月兩個國家 然後再加上剛剛提到的總共三個國家 9月的時候 他們這三個國家就進入到聯合國的會員 那進入到聯合國的會員 在2004的時候 又進入到什麼 歐盟 所以愛沙尼亞也是在2004 進入歐盟以後 在2010的時候 他們就用了歐元 所以你看這三個小國家 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人口加起來 有時候都跟我們這個新北 加上這個所謂的北市 人口都還要少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人民的一種力量 跟他們的心中的一種渴望 所以就在這種手牽手的運動當中 他們離開了蘇聯 那這一條路我們稱呼叫做 波羅的海之路 或是叫做human chain 人烈 人口加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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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加起來